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 看两岸 时间是7点33分19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们的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9点 为各位播出啊 北部太北之音 FM107.7 中部中台湾广播电台 FM91.5 南部高频广播电台 FM90.1 一栏中山广播电台 FM97.1 7点半到8点 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安排 今天礼拜五 崭新观点 看两岸 同时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双周刊为各位介绍 彭博商业周刊的中文版 每个月介绍一次两岸的电影 由资深影评人麦若鱼 为大家服务 同时每个月我们介绍 Underworld旅读中国杂志 最新的版本 也非常谢谢Underworld旅读中国杂志 还赠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 那彭博商业周刊的中文版 各位可以在台湾的平台上买到 同时也可以在手机APP下载 这个免费的来阅读 这是一本 这个由国际彭博集团所制作的 中文的商业周刊 所以他对于两岸跟世界的重要的讯息 都有非常全面的报道 好 像今天这一则消息 让以代工为主的台湾的厂商 可能就会看了会心有戚戚 这个叫做什么题目呢 就是看 这就是智能手机的利润 智能手机的利润有多低啊 我们来请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的记者 王思涵小姐告诉各位 思涵早 可可姐早 好的 这一则就观看你们的这个 标题跟这个小标就知道了 当利润全被苹果跟三星一扫而空 其他手机制造商还有什么希望 我觉得你蛮有意思 你们把一只苹果手机对不对 放在中间 对 虽然苹果很薄 可是它的利润却很高 是这样意思吗 是 因为这手机都在强调薄嘛 那刚好就是有点反风说 其实在智能手机这个行业 除了苹果之外 苹果他们可以占 他们占了大概90%的利润 那剩下是三星 其他的智能手机大厂的都只能 就是据我们的记者形容 就是只能尝一些面包炸这样 好惨哦 比我们想象中差不了多少 可是好像还更惨的样子哦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说 手机这个行业是移动设备 是未来的趋势 然后它也一直在高速的增长 所以其实包括像过去的PC大厂 像惠普啊 然后还有一些手机的巨头 Nokia还有微软等等 都一直希望可以在这个部分 有一些展获 然后还有像日本的Sony 台湾的HTC 但是其实因为苹果它建立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模式 所以它在它的销售上面可以取得利润 其他的都是只能走 就是低价去争取 活力多少这样子 那这个方式过去可能像2011年HTC刚出来的时候 然后成为世界第一的智能手机生产商 那个时候还可以 但现在这个状况越来越险了 那在你们的报道当中 看起来苹果公司是拿到了这个智能手机90%的利润 有很多代工商说跟苹果越走越近 就越被压得垂头丧气 但是还有这些代工厂商没有其他的选择吗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像是他们其实面临的挑战是蛮严苛的 像比如说像中国联想 他们就这个行业不好做 但大家都还一直想要做 像联想他们去年就从Google那边买了Motorola 然后希望可以拓展 因为PC也不好 就对这些科技大厂来说 其实就是各个产业都是寒冬 但是他们去年买了 今年到上个季度 就是他们持续亏损 就一个光是一个季度就亏损 当中3亿美元 然后几乎抵消了他在PC业务的利润 然后另外像是HTC 他们现在有一些 就是HTC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然后就是最新的机型 这个礼拜也才刚公布 那他其实希望用更低的价格 去提供更好的设备 是有点想要去抢高端机型的 低价位的产品这个位置 但是目前的反应是 就是分析师是觉得有点不太看好的 那当然就是说 这是Android系统的手机 这个刚刚你们也提到 争相在走这个更廉价的这个市场 那未来的智能手机 到底它的发展是如何呢 是不是将来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还是它的这个功能呢 在你们的报道当中 其实也对于这个所谓 智能手机未来的发展 做了一个差不多的一个预估 对不对 那市场的份额看起来 现在仍然是以苹果占有的最多 对 其实未来有几个趋势可以值得注意 包括像HTC跟现在最红的 就是超越Adidas的Android Mode 美国一个新的运动服饰品牌 他们合作 然后他将就是手机的移动技术 跟运动服饰合作 这是一个创新的方式 甚至说目前还不知道能不能引力 但是就是拓宽了 就是移动设备的制造厂商 他们新的可能 那另外还有一个趋势是说 就是像扫米 就是未来在印度印尼 非洲等新兴市场 他们会出现自己的主导性的生产商 那这个对于就是苹果啊 Sony可能会带来一些 就是一些威胁 因为他们可以在 就是在压低价格上 就是取得比较大的进展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 大概有20亿的 全球大概有20亿的人 拥有智能手机 但是到未来三年内 其实还有1.5亿到2亿的人 会在购买他们第一部的智能手机 那在对厂商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机会也是一个 就是可能可以赢过苹果的可能 所以这第一只智能手机 好像基本上就不以苹果 这个的模型 或者说苹果的价格为主 意思是这样子 是是是 因为他可能 他第一只可能没有办法 这么高就马上买到苹果 所以他会希望可以 在比较低的价位中 寻找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其他的手机 他们仍然认为 在市场的开发上面 是可以做到的嘛 好 我们看这就是智能手机的利润 发现智能手机的代工厂商 他们所得到的利润呢 大概只剩10% 事实上这很早以前大家都说了 我们很多的大型的集团做智能手机 做得非常的知名 但是他的利润是并不高的 那就叫做什么毛三道四 那现在看起来 大概就是这个基础了 好我们呢 这个非常谢谢思涵 麻烦你休息一下之后 我们继续回到第二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叫做在网络食品 在心法之下的辩证 这个是香港的网络界 还是全世界的网络界呢 是中国 对啊 中国大陆 好 这一会是蛮有趣的 好的 网络食品忙于辩证 是因为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法 现在有了一个规定啊 是网络所销售的是不是 是 那好 我的意思是还蛮这个有意思的 在网络上的销售 那怎么样来规范 那消费者怎么样 透过这个报道来理解呢 我们马上回来咯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彭博上海周刊最新一期的报道 78期 彭博上海周刊的中文版的记者 王思涵小姐 非常谢谢他帮各位做解说 时间是7点46分21秒 马上回来 彭博上海周刊的中文版的记者 王思涵告诉大家 第二个题目中国他的这个网络食品的规范呢 食品安全法是史上最严的 这个网络食品商要怎么样来办证呢 好 思涵告诉大家 以后在中国大陆卖网络食品 全部都要有一个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 这个所给予的凭证哦 是 他包括说小就是小小的 你只是卖自家做的月饼 你都要进行实名登记 然后还要审查许可证 然后可能还有食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流通许可证 参与服务许可证等 非常的麻烦 所以其实对小商家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蛮大的负担 但是在整个互联网就是电商网络的世界 其实这些小电商是占很多数 那这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就是这个产业的发展 好 好 这个你们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位王丹丹 那应该是一位好像几个女士嘛 她是这个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开始停止接单 然后要做办证手续 那这个是10月1号才开始施行的 对不对 这位王丹丹蛮有意思的 她是在微信朋友圈卖自制糕点 对 其实就连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子 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只是一个私下 就是大家喜欢口碑销售这样 现在都被纳入就是食品安全 新的食品安全法规范 那因为台湾其实也蛮多在做这个 然后销售就是销售大陆为主 所以这对台湾的厂商来说可能未来也有一些挑战 那这些规范为什么会这么严格呢 那严格的原因会造成厂商竞争力上的 这个优劣的变化吗 对因为其实整个电商互联网的发展到现在已经衍生出一些蛮多的问题 那这次会讨论这个题目主要是前两天台湾有一个蛮大的新闻 就是情流感 台湾情流感可能跟许多台湾的业者是直接购买淘宝网上的疫苗或动物用药有关 因为他们可能那些是没有认证就没有经过审查的低劣的用药 那所以甚至就是要把情流感的病毒株带到台湾 所以整个在互联网的世界可能过去就是进口啊什么都有人把关 然后做检验 但互联网就没有 那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就是整个食品安全法 要管制的就是目前是说是罪言 然后但是也被批评是说就是目前大家都摸不着头绪 等于说就是政府单位然后消费者网络视频业者目前正在积极摸索 说未来这个审查到底该怎么做比较好 那我们也看到了那这位王丹丹小姐从头到尾她都告诉你们她的无可奈何 你讲一下王丹丹的故事给我们听好吗 后来她把所有的证件都申请下来了 是她其实是一个浙江台州人 就是一个小镇小镇的人 那她已经卖自己的自家的月饼已经两年了 然后因为平常要上班就是卖这个通常都是她的副业嘛 然后她的人生又可能刚好面临房子要整修啊等等 然后可是她要办证其实 比如说我也去搜寻人家说办证需要哪些条件 然后怎么可以一直办好 其实目前都还一团乱 所以在缺乏知识经验下 其实她现在就想说本来要买一个烤箱 因为过去两年做的不错 然后现在也先不买了 就先来看看这个证之后怎么办 这是小商户那他们的这个食品业者跟这个法律界人士也接受了访问呢 那谈到这个新的食品安全法这个虽然当然是给了消费者的一些保障了 那但是后续他们是作为实际执行上面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那像阿里巴巴集团淘宝网或说其他的类似的这个网站 他们整个的经营上面的成本会提高吗 价格会不会因而有调整啊 对其实整个经营成本会提高 而且其实包括阿里巴巴他们也直接表示他们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这食品安全法4月就公布了 那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淘宝的企业店铺就已经规定 经营者必须要上传企业营业执照等等 那包括餐饮外卖平台二人麻之类的也要跟保险公司合作 也要花不少的成本跟钱去投资这个部分 但因为这新的食品安全法规定假设出了食品安全问题 这些网络食品交易平台他们也要负责 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以前是不用的嘛 那现在要那可能他们就要做相对的把关 可是他们的压力来自于说淘宝网上的卖家超过好几百万人 那怎么样去管制他自己的这些小卖家 对就非常的困难 然后每个地方又不太一样 所以就像康康姐刚刚提到说 那执法单位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就是虽然说食品安全法是目前说最严的 可是他其实是事后监督 所以是有了纠纷然后才去找相关部门投诉 等于是说他是加重惩罚的部分 但是事前的管理还是有非常多的漏洞 所以这个对淘宝网造成的冲击是十分大的 那我们现在在台湾这个或是其他地方 来这个来购买大陆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网络上 所贩售的食品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他的法律规范上的保障咯 是是就是不管是消费者或者是小商家 因为台湾真的应该蛮多都是在 都是在希望可以透过淘宝网 然后把产品销售到大陆 那未来可能就会面临就是办证的问题 那这个因为10月1号才实施 所以这位王丹丹小姐有没有把证办下来 我们还不太知道对不对 他说只要不强制要求开食品网店 拥有实体店就好了 应该还不至于吧 对不对 网络就是网络嘛 那这个有消费者如果他这个愿意买 无证经的网络买单监管就落空 这个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食品营养 跟安全系的一位副教授范志宏女士 他所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 还是希望网络上的消费者能够提高警觉 对不对 对因为这其实也来自消费者的意识 就是说他们购买的商品到底合不合法 所以靠消费者去监督 所以这个是中国政府这一次 他保障消费者做的还不错 对其实这是一个未来蛮重要的议题 像台湾现在也是没有特别的规定 对那其实因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那现在更重要的是网购食品的用户规模 已经到了4450万 然后已经是整个中国网购频率最大的商品了 很多人都是在那边 就是他们的食物都来自网购 对那就因为大陆幅员又辽阔 所以更需要好好的来保障了 对不对 谢谢你 谢谢思涵 谢谢精彩的彭博 上海周刊的报答第78期 各位可以在台湾的网络 的这个APP上下载 来免费看 或是在平台上购买 等一下我们要访问好明一先生 他最新的一本书 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